市兵赛团体赛选拔赛 四名选手脱颖而出 市业比赛机也期待 能在赛场上去发挥 去展现自己的技术 U21强势突围 成年组激烈竞争 十元大将 谁能够在哈尔姆斯塔德进攻 举卡巴今日关注 市兵赛选拔 为啥这样选 好的 观众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举卡巴 每周一和周五的中午 我们共同来开启 其余的新生活 那么就在本周末呢 中国乒乓球队 征战2018年 市兵赛团体赛的阵容 已经全部确定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在演乎室中 给出的四位选手 就是通过了 队内选拔的这种方式 这四位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市兵赛的阵容当中 他们将会与之前 通过其他方式入围的 六位名将一起组成 这个阵容来征战市兵赛 其实我们说呢 乒乓球呢 作为我们的火球 每一次这个大赛 它的阵容和成绩 都是备受我们的关注 所以今天我们取开发 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 视频赛选拔 为啥这样选 那么来到演播室的 是我们的两位专项记者 周道和六军 欢迎二位 那么大家呢 可以通过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您对市兵赛团体赛 中国的参赛名单 感到意外吗 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 我们的投票 跟我们互动起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就来了解一下 这次选拔的整个过程 第54届 世兵赛团体赛 将于4月底 在瑞典的哈尔姆斯塔德进行 上周六 中国队的男女 各五名选手全部产生 男队的五人 分别是去年世兵赛 男单冠军马龙 全运会男单亚军樊振东 教练组综合平定的许心 队内选拔赛 冠亚军林高远和王楚清 女队的阵容分别是 世兵赛单打冠亚军 丁宁朱宇玲 教练组综合平定的刘诗文 队内选拔赛的 冠亚军陈梦和王曼玉 为了本次世兵赛 中国乒乓球队 从3月15号到17号 进行队内循环赛 男女队各自进行了 9轮和7轮的较量 分别决出 两个团体赛的名额 女队的陈梦和王曼玉 在前6轮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提前锁定两张入场圈 而在最后一轮 两人的正面对决 陈梦3比1击败了王曼玉 获得了选拔赛的冠军 王曼玉获得亚军 这回场比赛 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好看 但其实在那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挺艰难的吧 因为我们俩虽然都在场上都没喊 但是也都从旧而进的 相比上一次来说 觉得还是成熟许多吧 然后有了上一次的经历 觉得这次更加从容的去面对这一次的比赛 而相比之下 南队的竞争则更加激烈 前6轮 五胜一负的梁静坤排名榜首 还在第7轮对林高远的比赛当中 一度取得了2比0的领先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 被林高远翻盘 最终以2比3告负 战绩也与林高远和王曼玉持平 失去了单独领先的机会 最后一轮林高远三比尔击败了王楚清 获得了选拔赛的冠军 王楚清获得亚军 两名球员获得了十拼赛资格 而梁静坤最终获得了第三名 我觉得市井赛自己也希望能够上场吧 因为毕竟是市井赛 事业比赛自己也期待能在赛场上去发挥 去展现自己的技术 本次选拔赛遵循了中国拼写1月5号发布的 2018年参加国际赛事运动员的选拔办法 该办法对世界锦标赛 世界杯团体赛和世界杯单打这样的一类赛事 以及亚洲杯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等二类比赛 甚至是青年和青少年国际赛事都制定了选拔细则 没有参加本次选拔赛的马龙 樊振东 许欣 丁宁 刘诗文和朱玉玲 是因为满足了入选资格 直接获得了团体赛的参赛权 而为了培养年轻力量 中国拼写在世界杯和世拼赛团体阵容当中 都给了U21青年队员机会 本次入围的王楚清和王曼玉都是U21球员 他们最终也都取得了前两名 名正言顺的拿到了世拼赛的参赛机会 好的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次选拔赛 就是现在我们给出了选拔赛的排名 林高远和陈梦是男女队的第一 那么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到的 就是排的第二的这两位 就是U21的年轻的球员 因为之前我们聊过这个选拔办法里边 其实大家重点关注的是U21 我不知道在看完这个选拔赛之后 二位对于U21球员在这个选拔赛当中表现怎么来看 来吧 先说 你来吧 我是因为就是全程看了整个比赛我看王楚清 其实当时我们直到打到最后一轮 我们还在想王楚清是到底是凭借他是U21的第一名入选呢 还是凭借他整个就是以前那种前两名就入选 但是最终发现排在前两名的王楚清和林高远 他们两个人确实是按这个成绩也好 按U21也好 他们都凭借实力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 虽然说给了U21更多的保护 但是U21的队员他们在采访过程当中 王楚清也告诉我说 我的目标就是在想我要打进前两名 我希望自己是打进前两名来入选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讲 他虽然是属于被保护 可能我是U21 四个人当中选一个 对有政策的红利 但是我更希望是凭借实力来入选的 那您看那个王万玉呢 其实我看从我们特意标了个U21这几个字来理解 我觉得之所以特意设立了U21的概念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可以对这些21岁的所留的运动员们 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 也可以反映出从目前现状来说 对U21队员整个的发挥 也不是完全满意 应该说是吧 从另外一个策略我们这样反映 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必定一个项目的发展 年轻人代表着项目的未来 我觉得所以说采用U21的这样一个策略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 另外从王万玉的发挥来说 这次能够提前两轮拿到这样的一个 试评赛的入场券 也反映出王万玉目前在队中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你看他是2016年进入一队 然后从去年到今年夺得了这个 奥地利公开赛匈牙利公开赛以及的冠军 以及这个分量比较重的这个卡塔尔公开赛 决赛当中跟刘士文又是这个2比0领先 然后第三局从7比3领先 然后最后被刘士文翻盘 这也反映出什么呢 就说王万玉的整体实力 已经完全具备了跟一线主力队员抗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缺少了就是大赛的经验 因此作为他来说 我觉得需要这样不断的给他大赛的这种磨练 对 我就是也说到他说这个U21 其实U21可能有一定的保护政策 但是这个保护政策恰恰刺激的 是这个被标为成年组的运动员 他们有人可能刚刚跨过U21这个坎 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们就是必须拿到冠军 你才能确保自己能够拿到这个视频赛的入场券 所以我就觉得这对中层运动员以往可能会有一些惰性 说觉得我可能只要我到那个位置了 也许教练就会给我机会 现在没有了 刺激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那种被搅和的那种状态 然后每个人的心理压力其实都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你刚才提到 比方说有些刚跨过U21的 像林高远 就是应该说是属于这样 刚跨过U21岁这个运动员 包括这次我们看到刚才在片子里边提到的 像梁静坤 包括像陈梦 我让二位对于这些我们说的已经进入成年组的这些运动员 在这次选拔赛当中表现出来这个状态怎么看 您先说一说 其实我感觉 就是说 设定了U21的政策之后 对中间层的运动员来说 其实我是曾经有过一点担心的 是不是比较残酷 对 因为B点人家U21的队员已经拿到了 就是已经有这么一个资格了 所有人去竞争另外一个资格 势必对他们来说心里的这种成熟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另外我有个担心就是别因为这样加快了他们退役的速度 这是我觉得我是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我恰恰是觉得中层的运动员 他其实也还是需要这样的刺激 你比如说现在梁静坤 梁静坤就是恰恰就是说的这个恰恰刚跨过21岁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选拔赛对于他来讲 绝对是属于职业生涯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实际上在倒数第三轮比赛的时候 他和林高远相遇了 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在这次选拔赛最经典的一场比赛 梁静坤是2比0领先 被林高远翻了盘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也问了两个人 同时采访了两个人 梁静坤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 我的心跳从来没有这么快过 我就在要赢的时候就像一板开死他 这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必须经历我的过程 然后问林高远 林高远说我站在场上 我就觉得对面就是以前的我自己 我输过太多这样的比赛了 被人家翻了盘的比赛了 印象深刻他学费在这个时候 可能所有的经验积载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男运动员其实成长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他需要非常多的印象深刻的比赛 需要非常多的这样的刺激 才能让他留下来记忆 我相信这场比赛对于梁静坤的意义 应该说也跟以前那种翻盘的比赛 对于林高远的意义是一样的 其实这反过来说 咱们就说的出名要趁早 如果说林高远在之前没有说经过那么多的大赛的磨练 我相信他可能也不会说看到对面就是我以前的 林高远实际上也就一年 也就是2017年这一年给他的比赛 可能就出去比赛的机会比较多 然后受到大家的关注比较多 所以我希望梁静坤也就是能够凭借自己 然后能够累积经验 然后未来给自己在这个时候 2比0领先的时候 最后一板不要只想着拍死对方 能够想一想 可能就是镇定下来 能够更有把握的这种打法吧 说过来 谁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 当年马龙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没有说一上去就对吧 其实现在如果说除了我们说的绝对的这几位主力之外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林高远包括陈梦他们是不是现在也已经可以算得上 至少在乒乓球里边 我的第二梯队里边已经占满了领军人物的地位了 我觉得不能这样认为 因为必定的所谓的就是说能不能站稳脚跟是靠成绩的 对因为必定包括像陈梦他可以说是从2013年我觉得那时候就开始崛起了那时候夺得了全运会的女单亚军 那时候跟林小霞的这个比赛也是让大家津津乐道 从13年开始到现在18年已经5年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陈梦相对来说起步还是比较大的 好的时候是真好 对吧 比方说像夺得去年的国际平台职业巡逻赛总决赛冠军 对吧 然后又夺得德国公开赛冠军 但是不好的时候包括之前世界杯团举赛的选拔对吧 然后也没获得资格 到这一次处理反弹 以第一名的身份拿到这个这一次这个这个时评赛的参赛资格 总之吧 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这个运动员来说心里把有起伏非常正常 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笔财富运营到未来的训练当中这是关键的 嗯 其实这次就是说呢 呃 时评赛的阵容不管怎么知道总是确定了啊 6加4啊 6位这个老将啊 加上4位打出来的这个4位新人吧 算是啊 6加4一个阵容 那未来士兵赛这个阵容包括这个规则怎么样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世界乒乓球团体紧票赛 今年将于4月29号到5月6号 在瑞典的哈尔姆斯塔德举行 本届士兵赛团体紧票赛的分组结果 已经在今年2月份产生 比赛一共分为4个小组 每组6支队伍 男者方面中国队被分在B组 同组的对手由葡萄牙 巴西 俄罗斯 捷克 朝鲜 女队则被分在了A组 同组的还有新加坡 俄罗斯 印度 白俄罗斯 以及东道组 瑞典 根据比赛规则 每组第一名将直接锁定一个八强席位 其余的4个名额将由4个小组的第二和第三名交叉淘汰产生 世界乒乓球紧交赛团体赛 每次队伍都有5人报名 每次比赛选择其中3人上场进行5场3胜值的单大比赛 历史上 中国男女队都已经20次取得过世界乒乓球紧交赛团体冠军 本届比赛 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或许将是日本队 他们也是下一季奥运会中号主 对于乒乓球奥运金牌志在逼得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试评赛 日本队选拔的指招之一 是在世界大赛当中战胜过中国选手 因此 日本男队的男女小西 女队的平野美女 都是因为符合这一标准入选 通过选拔脱远而出的 中国队队员们 本届试评赛 会给对手这样的机会吗 好的 现在其实阵容已经出来了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三位我们说的之前的 毫无悬念的名将或者主力阵容 然后再搭配两位从选拔赛中打出来的 那二位 我就觉得大家在试评赛的阵容的排兵部阵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是五个选手里面 每一场是选三个选手来出战 那是还会延续使用过去这三位主力的阵容 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要用很长的时间 我们刚才也讨论过的 就是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 一定会涉及到我们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团体赛上 出现林高远和余子洋 可能一场没有上 然后最后拿到世界冠军 其实要解释一下复杂的赛制 因为在伦敦世界杯团体赛上采用了一个新的赛制 它的赛制恰恰是东京奥运会的赛制 已经确定的是东京奥运会赛制 但是我们这一次打世界杯的团体赛制 还是延续了以往的赛制 你看这是我们列出来的赛制的表 16年里约奥运会的团体 包括18年世界杯的团体赛 就刚才主导说的 未来东京奥运会也是要用世界杯的团体赛制 18年的时评赛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打的赛制 看似你看赛制当中 一个双打提到了第一盘 仅仅这么一个变化 其实对整个比赛的左右 应该说是非常关键性的 这时候你就会想到 可能首先应该第一分团体赛里面是非常关键的 正因为这样 所以说在考虑人选的时候 可能要把最强的放在单打里面 拿到第一分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再打后面的单打比赛 可能压力就会小一些 这也正是为什么赛制更换了之后 在今年世界杯团体赛的过程当中 日本女队放弃了平野梅雨 应该说平野梅雨的冲击力非常强 就是因为她的双打势力 跟别人配合的没那么强 所以说她没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团体赛 因为这个实际上根据我们了解的信息 它就是日本拼鞋提出的赛制 因为他们认为她的双打可能对中国要相对来讲 可能要强一些 他们认为双打可能比较强一些 然后所以把双打放在第一位 然后让你如果要输了第一场 这样的话 你的下面的单打 对吧 就会出现新的强的影响 刚才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在视频赛的这种里面五选三的话 我们是优先考虑这前面的三位绝对的主力 还是说后面的这两位能够通过选拔赛上来 这两位选手也是有机会能够参与里面呢 当然了 夺取冠军和培养新人能够兼并 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但是随着这种赛事的调整之后 的确确给中国队也带来了一个课题 很有可能整不好你的阵就成死阵了 对吧 因为你首先要确保双打一定要拿下这第一分 这个时候呢 你想如果说咱们咱们来排一下 中国女队当中目前双打实力最强的一定是定宁和刘世文 对吧 然后其次下来是这个陈蒙和朱玉玲 你如果说要把定宁和刘世文放在第一场打双打的话 那么第二盘谁来打 对吧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往赛制当中按照传统的那种赛制 可能主队是一色 这个第一主力 客队是二四是第一主力 但现在可能未必是这样 二四未必是第一主力 对 从这个效果来看 很有可能打第一盘双打的人 以及打第三盘单打的人 可能会起到了第一主力的第一 但您说的这个是世界杯的赛制 对 现在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世平赛团体赛制 你说的这个 说新人会不会上场 我以我个人的经验 新人一定会上场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让他去上场 一定要让他上 为什么 有可能 没准再过两年 这个团体是世平赛团体赛的阵容 他也换成那种赛制呢 所以你就更加没有断断新人的机会了 所以今年这个团体赛 他一定要让新人去感受这个大赛 每年的大赛非常非常有限 世平赛世界杯 加上今年还有亚运会 数这么数到东京之前大赛的机会 不会有太多 所以一定要让新人去感受这个比赛的气费 我们刚才数过 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的大赛 还有加上这次还有三次是吧 一共单打双打加在一起 两次团体一次单打 还有世界杯 完了还有今年还有亚运会 我觉得这都应该算得上去 从团体角度来说 应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 2020年的这个世平赛的团体赛 他会不会也会采用这个世界杯的赛制 有可能 对吧 完全有可能 因为这次世界杯 他属于是2020年冬天奥运会的一个测试赛 所以你现在更应该让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赶紧上去体会这个 是吧 大赛是什么样 你就像梁静坤一样 我没打过这种比赛 所以我不会 我心跳加快 我就想100%给对方拍死 实际上不是 你越到这个时候 你不越要慢吗 可是这种经验就像咱们上镜头一样 你一开始上去是没有的 你必须得经历过 你才能积攒经验 所以我认为 包括我跟武军讨论 我觉得今年的世平赛团体赛 一定会让年轻队员上场 另外就是说 这个世平赛团体赛的赛制 和这个世界杯 甚至于2020年冬天奥运会的赛制 还有点不太一样 这时候我觉得年轻队员更应该放到世平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先去锻炼一下 因为他必定是老的那种赛制 对吧 一四是第一主力 那个客队是二四是第一主力 但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说 现在距离冬天奥运会还有两年半的时间里 我们一定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适应新赛的一种变化 对吧 年轻队员 比方说在比赛里边 你是否敢主动请战 主动请战和被动的给你安排比赛 这种心理的这种落差是完全不一样 对他主动请战是对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不是盲目的 我觉得现在运动员 我们都包括这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太盲目 都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哪里 然后知道这个对手 我是不是对他有更多更大的胜算 这个主动性 请战一方面是对自己实力的自信 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教练员 说你信任我吧 我肯定能完成任务 其实不管怎么样 运动员肯定要有自信 其实我们观众对于我们这次出征 其实是信心满满的 大家也是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人们对选拔赛的鸡肋程度久有耳闻 有人就感叹说 感觉队内赛太残酷了 有球迷就回应说 很正常呀 国家队内部比赛就是宇宙级比赛呀 孙颖莎就没能在这宇宙级比赛当中拖颜而出 被誉为小魔王的他在赛后在微博上写道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 最终在女队的比赛当中陈梦王曼玉脱颖而出 有网友评论说恭喜二位 陈梦霸气 陈梦霸气 恭喜 陈梦霸跟着姐姐们继续掌球吧 我觉得就是 真正的就是说 大家都是完全公开公平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以后 大家其实心态很好 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去 去 为国争光 我为了这个 去打这个比赛 他就是 杂念少了一些 所以可能在场上比赛 可能表现的会更好一些 而男队的选拔规则则更为复杂 选出的两个人分别是总成绩第一 和成绩最好的U21球员 有人就对U21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选拔是传统 请不要有特例 有保送 有年龄特权好吗 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 凭实力公平竞争 凭啥不让出战 还让队内陪练一辈子吗 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现在能把所有选拔标准公开就是进步 至于规则是否合理 以后会慢慢修正 明确的规则 肯定比人为的选拔更加公开公正 还有人开玩笑说 现在大趋势是希望国拼的队内成绩 像上市公司的账本一样透明 还有很多人特别想亲自审计 最终林高远和王楚清脱颖而出 其中王楚清不仅是成绩最好的U21球员 在总成绩当中也排名第二 有网友就评论说 很不容易 不靠政策靠实力 希望早日接班 还有网友就感叹说 果然出名要趁早趁早呀 可能晚了一年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谁知道后面有没有天纵奇才冒出来 不管怎样 选拔赛已经尘埃落定 国拼幸福的烦恼也告一段落 希望落选队员不要气馁 出征国手再接再厉 就像这位观众说的 愿中国队团体视频赛顺利 等你们凯旋 那其实这次呢 应该说新的规则出来之后 时评赛这是第一次选拔 那我不知道二位感觉跟之前的选拔和刚刚出来规则的时候 包括到几个月之后的现在 大家有没有一些 你们感觉有没有新的变化 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 请我的同事给一张照片 一张积分板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在这次选拔赛选拔的同时 我们在五楼进行选拔赛 在三楼也进行着一场选拔赛 这是为了匈牙利和捷克公开赛两战的选拔 大家看上面的名字 然后获得第一的让我们很意外是马特获得了第一 马特第一 然后第二名是朱林峰 第三名郑培峰 第四名是赵子豪 他们四个运动员 应该说这个是属于中间层 可能在往后的运动员 他们获得了参加两战公开赛的机会 所以说不光是顶尖的运动员在进行选拔 是所有的运动员都有机会选拔 也有机会出去比赛 这个也是我们发现 是新的选拔规则出来的之后的一个变化 其实任何的这种选拔和制度的推出 在这个周期里边 主要针对的就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 所以我们应该要真真切切的认识到它的残酷性 首先日本对主场作战 对吧 另外赛制上的进行调整 另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什么 如果说要限制参赛项目的话 五项当中给你限制 这将是对中国对皮毛球队来说将是极其残酷的 因此在未来两年半的时间里边 应该更多的给年轻职员 以更多的这种锻炼的机会 对吧 只有说在这样的锻炼的过程当中 而且我们要敢于什么 敢于接受他们遇到挫折 甚至于失败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对 包容他们给一些 对对对对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去包括无论是总局和和平鞋 还是我们的舆论 都应该给年轻运动员更宽容的空间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时评赛 我们的冠军到底有多大把握呢 那必须是我们的呀 您觉得呢 我希望我们既拿到冠军 又锻炼新人 这是我的初衷 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次时评赛当中 到底要看什么 除了看计军运动员具体的表现 还要看什么东西呢 看出未来为东京奥运会的阵容图色去做 对 就更宽容一点 对年轻人更宽容一点 那您觉得对这次时评赛 我希望我这次能够在未典